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又到了民建聯有話說的時間 最近網上有一宗新聞 說我們國家的湖北省 出現了一個26層樓高的養豬場 全面自動化 生產線就好像iPhone線一樣 不過其實這種養豬方式 我們在好造就已經開始研究了 在香港最近的議題都是說發展 土地當然珍貴 所以我們在十年前已經建議 特區政府將我們的豬籠集中起來 用多層模式和密封的方式去推動 但中間有很多難點 其實香港市民 甚至是特區政府的部分官員 仍然覺得養豬是沒得搞的 甚至是腦裏的形象仍然是開放式很臭 其實在國家上甚至世界上 這些密封無臭的方式技術已經是非常普遍 但這些仍然變成特區政府 阻止養豬和禽畜行業發展的一些藉口 所以我認為在這段時間 香港市民要多點了解 究竟我們為何需要農業 農業對於我們香港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一個就是希望我們在緊急狀態下 能夠有部份的出產 我們在過去的三年疫情 也都曾經試過斷供蔬菜和新鮮活豬 變相大家都在鎮 如果大家有個理論就是說 人人外面供過來就可以了 我們在價格方面 品質方面 甚至在緊急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一個自主權 所以我們有比例的方式 當然不需要做自公自給 但在未來走的方向 是應該要保有一定的供給能力 以備不時之需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了 多謝大家